我们今天一瓶烦恼等一段 见识烦恼都在 还是执着生世无 能不能往生呢 能 叫待业往生 只有这个门 八万四千发门里头统统没有 没有待业的 都是断货正正 所以它难了 这个发门跟八万四千发门比较 那就容易太多了 可是容易它还是有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贱货你要有能力把它扶住 没断 扶住什么 最有它不起作用 这样才能往生 用什么东西来扶呢 用这一句名号来扶 这名号方法不可思议 这法子太妙了 让我们齐心动念 都念阿弥陀佛 念头才起 古人想吗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一句物都快 念头才起 不管是善念是悟念 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 让我们心里头 在一切时一切处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养成这个习惯 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 你看我们的善念 跟三善道相应 我们悟念就跟三悟道相应 我们念念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六道里头 善道里头没有 悟道里头也没有 哪有啊 西方极乐世界有 一直跟他相应 你决定到极乐世界 念佛往生是这么个道理 总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了 阿弥陀佛 还是什么 区别人 你想要去 这一切关明 切 Bare 这一切关明